今天呢就准备出去玩一玩 白老师也从永城回到隋县了 准备今天散散心 因为我们这儿的公交还没有通 所以说我需要去开车去 但是呢我 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开过长途 对于我来说跨县长途已经是长途了 所以我准备找一个压车的人 跟我一块去 找谁呢大家想一想 一定能猜到 就是这个我要走了 走 你要去干什么呢 玩 吃饭玩 你重要的不是因为陪着姑姑吗 陪着你的好朋友 原来不是陪我啊 陪你 你也不就是我的好朋友吗 我要去见你的老师们 好 给我带着你去 妈妈走啦 姑娘 拜拜 哈哈哈哈 走快点吧 你娶妆娘呗宝宝 我要娶 我陪着你 要不然你会孤单的 我不孤单 你孤单 我不孤单 你太孤单了 哈哈哈 好 我都吃个火锅去 吃个火锅 你就有个吃行的 你说我等于是个吃行的 我为的还能送 你就没有个吃行的 为的你还能胖呢 你到底还能不能去呢 不能去 祝我们玩的开心 好 祝我们玩的开心 妈 Fighting 不不啥时候到晚 等半个小时吧 一顾的速度 我估计得收拾了 我不得不夸我自己 我竟然走到地方了 孟琪现在晕车 已经晕得不行了 然后就我刚才 在转弯的那个过程中 一个骑电动车大眼 把我吵了一顿 说这都不能管完 你都不知道吗 我就看到这个路口 它也没有红绿灯 然后我就拐了 然后就是正好挡着 它的电动车往前走了嘛 我也一句话没说 咱也不懂规矩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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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郑老师悠悠 那个叫妹妹 LATEL 白老师啊 白老师来了 坐 我们去结 说不什么就安排 你应该自己 要 不要看我 我是白老师 哈哈哈 说什么活该 说什么没未来 一切都靠自己猜精彩 我感觉了 哈哈哈 他溜着了 我等等喝完 我在喝 耶 这样子 我就是全唱最亮的摘了 哈哈哈 来描述一下 你从坐车到现在的感受 腿死病中 静坐体 无腰直上 九万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吃到好吃的了是不是 嗯 这奖励一个虾 说的不错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